警方与政府人员围着公务车凝重勘察 因为花莲县政府停车场 竟遭人羞张闯入 太岁头上动土破坏公务车 黑色公务车后车窗 用塑胶布进击皱住车窗 没了近一四被人恶意砸车 力量公务车也很惨 车门留下干掉的大片痕迹 门把劲遭强灌三秒就要破坏 我们有两台公务车被毁损 其中一台是玻璃破掉 另外一台是门把跟门锁被灌交 花莲县政府一个月连续两起公务车毁损 警方虽然受理却迟迟无法掌握犯嫌 让民众对治安难掩忧心 县府议会及机关都在这边 这样的办案效率真的是有待加强 机关都已经被破坏 更何况如果人民遇到问题 人民要找谁逃 左后车窗归裂 经调查非外力介入 遭不明人士恶意囤我三秒交 本案见识科已派员到场 县府周遭电眼密布 嫌犯却至今无法锁定 一级机关林立的樊仲辖区 办案进度还快不起来 也难怪民众担忧至安 记者刘己焦 王志文黄玉兰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